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新年剪辑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19年新年贺词 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 这是回顾过去一年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的豪迈宣言 也是新的一年风雨兼程再出发的奋斗序曲 贺词包含对广大人民的深情 彰显对中国发展的坚定信心 体现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与担当 激荡起亿万人民奋进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球背面的影像图 1月3号 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 随后 嫦娥4号向月球同步轨道的雀桥中继星发送了月球表面的照片 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此次任务实现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 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这是在爆炸事故发生超过35小时后 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一名11个月大的男婴的瞬间 12月31号 俄罗斯西部车里亚宾斯克州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 一座多单元居民楼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造成这栋居民楼一个单元的建筑从上到下全部垮塌 至少7人死亡 数十人下落不明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赶到事故现场 听取情况汇报并监督搜救 2019年1月1号 行人正从撞人事故发生的地点附近走过 当天凌晨 日本一名年轻男子驾驶汽车 闯入东京元宿一条禁止车辆通行的繁华街道 故意撞伤8人 其中1人伤势严重 该区域紧邻元宿车站和明治神宫 街道两边商店和餐馆林立 游人如知 大批日本民众到晚前往明治神宫为新年祈福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中国经济走过了不平静的2018年 带着来之不易的成绩和前进中的问题 中国经济迎来2019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那具体实现的路径何在呢 本周《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通过走访 问卷 电话等方式 征集了约50位经济学家的预期和建议 从8个关键字看2019年的中国经济 提出对2019年中国经济的预期和建议 多重的信号显示 2019年的中国经济将把稳字工作 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稳中有变 变中有忧 而在变局当中 微和机同生并存 应对变局最好的方法就是稳中求进 那么如何将这些潜力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增长点呢 做减法将成为2019年 经济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 减税 降负 让企业轻装上阵 才能投入到更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之中 让中国经济朝着质量更好 效率更高 动力更强的方向前进 2019年开年 有一个新的变化 是在电子商务领域 酝酿了多年的电商法终于落地了 以往鱼龙混杂的电子商务领域 将越来越规范 很多人都对此感到很欣喜 但是也有人高兴不起来 特别是对那些活跃在朋友圈里的代购来说 可能就会面临很多的变化 那么电商法实施以后 到底对海淘 代购有哪些影响 代购是真的要凉凉了吗 2019年一时 很多人发现 以往经常被各种促销广告刷屏的朋友圈 突然安静下来 因为从2019年1月1号起 电商法正式实施 其中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依法履行纳事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处于法律盲区的个人海外代购 被纳入监管范畴 这意味着 无论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卖货 还是在直播平台带货 亦或是在电商平台开店 都将被列为电子商务经营者 必须持有采购国和中国双方的营业执照 依法履行纳事义务 否则最高将被罚款200万元人民币 事实上 对代购群体来说 从去年年底开始 就不太平静 2018年11月初 一家名为T寿 进口服饰的淘宝店 上架了新宝贝 一封道歉信 失联已久的店主在信中写道 各位亲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现在在广州女子监狱 终于宣判下来了 根据广东高院中审 店主邮宴 走私价值1140余万元的服饰 偷逃因缴税额300余万元 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 被判10年并处罚金550万元 在各地 代购从业者被查旅有发生 一直以来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代购行为 正在遭遇日趋严格的监管 人们这一党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的各种消费 发展迅猛 特别是海外代购 因为门槛第一回报高 日益壮大 但也滋生了许多问题 偷漏税 假货泛滥 个人信息泄露 售后维权难 在爆发式野蛮生长中 消费纠纷层出不穷 消费者在交易中 一直处于弱势一方 就在一些人对新规拍手称赞的同时 也有人担忧 新规压缩了代购的利润空间 今后找代购买东西 会不会更贵更麻烦 那么电商法对海外代购行业 到底是利是弊 对消费者有何影响呢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北京市法学会 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 邱会长你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王倩 王倩你好 王倩其实是刚从美国过来 入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 的确因为10月份的时候 上海曾经对入关的乘客有一次严查 当时网上的照片传播的很广 在海外的华人也很担心说 是不是电子商务法执行之后要很严了 因为上海那一次基本上看见箱子就是白了一地 大家都在查 有的人补税补了三四万 非常高的一个额度 所以很多人也认为会不会查的很严 那我在过关的时候因为是元旦之前的几天 我是28号入关的 基本上每个箱子都会过机器检查 也有人在旁边开箱检查 但比例很小 它是与抽查的这个性质 但是没有说逐一的开箱检查的这种情况 邱会长王倩的感受是可能跟平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电商法 它对于尤其是这种代购业的从业者会有多大影响 对代购的影响很大 因为代购呢原来都是有的是没有注册 有的没有登记 有的不交税 电商法呢从1月1号实施以后呢 就要求线上线下要同等对待 首先你要登记你的主体 第二你要在照张纳税 如果是真正的代购 例如王老师我们是朋友 王老师到美国去做访问 然后我让他给我带一点东西 我们是有特定关系的 在这个限额范围里 这个是很正常 这种代购什么时候都允许的 我们的电商法不反对这种代购 但是现在什么样呢 就是以代购为名 在平台上在互联网上 给不特定的人去代购 它竟然有差价 这种差价就不是代购 它是一种经营 所以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不特定 对不特定的代购 第二它有盈利 从事经营为时的 应该要进行登记 应该要去注册 我们的立法的初衷 就是一个规范行为 就包括像微商代购 法律不是禁止 就是你要规范经营 你不能说你不注册 你不交税 就有法外之地 这一次说实话 这个海外代购的这个群体 有多庞大 甚至有多疯狂 我是亲眼见证 到美国的这个奥特莱斯 我曾经几家商场去看 买个包什么的 你到那你会看见 一落一落的 这个女士的包 大家都知道价格很昂贵 一般人买一个 也就不错了 你会看见 一落一落的写着人的名字 我一看都是中国人的英文名字 待了一会儿 进来小姑娘很年轻 我们华人 二十来岁 是她已经在网上订购的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 再指着货架说 来这个销售员 我要这个那个那个 一指就是笔划二十多下 然后就人家就赶快给他包 都包好了之后 是用小推车拉走 她会自己消费这么多的包吗 那恐怕就是代购 所以这样中间的这个巨大利差 一个包他基本能赚 一两千块钱人民币 你想想他的利润会有多庞大 所以这是很多代购人呢 还有一个侥幸心理 因为我们海关相关部门 不可能是每件都查 而是这种抽查 抽查呢就像刚才 王老师讲的 我收了一百个人的 三个人抽中了 被发了 这从他的经济角度来讲 它是划算的 它是可以的 但是从我们的行政监管 和责任来讲 不是那么简单 第一个 该交税的交税 第二如果长期这样做的话 是一种不去登记 还有个发款 行政发款 如果严重的 几次被处罚以后 还有一个刑事责任 当然说花人物在外面 在域外也不行 因为在域外 只要是通过电子商务 通过这一块 我们都有管辖权 第一次发了没问题 第二次 第三次可能就有刑事责任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些从事灰色的 所谓的代购 这种经营者 应该要依法依规 来从事经营 以往每到岁末年初 都是海外代购从业者 最疯狂的扫货季 而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 这股热潮却渐渐退去 对很多消费者来说 找代购买东西 比在商场专柜买划算得多 日渐上涨的需求 让代购行业红祸起来 但找代购买东西 闹心事也不少 文文是一名大学生 入冬后 他通过海外买手 代购了一双 澳洲知名品牌的雪地靴 到手价 只有商场专柜价的一半 在图上看是一个样子 通过买手购进之后 发现也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而且尺码并不合适 自己穿上也不是很舒服 不是很合脚 然后最后我也是CYDA 然后也把小票要过来了 一看 但是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那个小票 所以觉得又伤识又伤力的吧 事实上售货服务缺失 一直是海淘代购的突出问题 不仅如此 一些卖家还购买伪造的 购物小票 发票 说明书等 将假货伪装成真货售卖 买回来以后会先少买一点 然后买回来以后呢 就是先用一下 感觉一下和我之前用的正品 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基本上这种质地啊什么 就是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有点不太一样也没办法 也就认了 如果是朋友的朋友 或者转三道三四道手 接手的时候 我觉得诚信度肯定会下降 你也没法确定这个人 事实上 这些年 随着海淘市场的火爆 催生了很多受假制假的行为 此外 海淘一般也不支持 目前国内主流购物网站的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政策 如果到手的货品 与消费者此前预期有差异 往往只能自认倒霉 而我国现行的 消费者保护法中规定的 购物保障仅仅针对本土消费 很难保障海淘买家的权益 那么刚刚实施的电子商务法 能否管住这些乱象呢 王剑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说 这个电商法出台之前啊 代购物其实出现了 确实蛮多的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也认为说 我们电商法出台 可能是到了一个说 整个本身这个电商行业 或者是代购行业 到了一个不得不管的时间 的确是这样 因为这个过去 刚才讲了 过去我要看中了 海外的一件商品 然后代购去买的话 首先一个尺码的问题 我买鞋 这个我们都知道 国外的鞋尺码 跟国内的鞋尺码是不一样的 我穿10号半 国内都是3637 都是什么43 都是这样的一个尺码 这之间是有一定变化的 第二一个 你买过来之后 发现这个商品有色差 跟网上图片不一样 你怎么办 你是退还是换 这中间的运费究竟谁出 再一个商品真的坏了 保修期 保修期呢 你怎么去找他 这中间出现的问题很多 这个利弊呢 因为你这毕竟是一个灰色的地带 真正如果遇到一个问题 他把你拉黑了 他没有登记 没注册 从过一个灰色地带去搞的 你维权很难 当然在国外 我们相信国外的监管 还是比较严的 但是国外里面也有卖假货的 美国的市场监管 我们也查数了很多的 国内的一些 先出去 然后再进来的这种 查了很多 也抓了一些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买的像这样的话 你找谁维权呢 所以消费者呢 我们也建议 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 你的权益呢 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当然 肯定说 从正规的渠道 要比这种 灰色地带 价格肯定要高 这个是你应该要付出的 王剑 其实刚才你也说到 说这个消费者 其实 青睐于代购的一些原因 那你觉得分析一下的话 大家不愿意通过 比如说正规的电商平台 去购买 反而是比较倾向于代购 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在哪 我觉得三点 第一点就是 有与无的差别 就是国外有 国内没有 你比如说 最近一段时间 在我们三里头 开了加拿大鹅的专卖店 很多人都很关注 说加拿大鹅质量很好 冬天很暖 我要去买一件 过去他还没有 在中国没有专卖店的时候 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说 国内好像买不着 第二个原因 就是质的原因 就是国外的商品 可能质量更好一点 这中间确实是有差 过去我们大家常说 说国内的丰田车行 跟国外的丰田车 质量不太一样 国内的优衣库 跟美国的优衣库 好像买这件衣服 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质地也有点不太一样 那当然了 它不是一个工厂生产的 它虽然货品的样子是一样的 但它质量可能确实有差异 大家说 那我要买美国的那个 第三个就是价格的巨大差异 你知道 在美国像感恩节期间 一个女士的包 打折的力度都非常大 先打七折 再打两折 你打完之后 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而在我们国内呢 你买一个包 你到正规百货商场里 你去买一个正规的这个包 几千块钱很昂贵 两边的价差有的时候 不是两成三成的价差 是五成甚至六成的这个价差 那这么巨大的价差 我找一个人去代购 交一点点海关费 交一点点这个代购费 其实没多少钱 对我来讲还是赚了 所以从这一点 物美价廉有余无 这些因素造成了 这个海外代购成了一个 极其极其庞大的这个群体 刚才汪老师讲这几点呢 三点的区别是现实的存在 也是这种代购啊 这个野蛮发展的一个根源 对 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 追求美好的生活 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要通过正常的渠道 合法的手段来满足 也就是说它明显 它是违法的 你去找到代购 你可能不受处罚 但是那些从事代购的 所谓的一些不合法经营的 可能受到处罚 我们可以看到 有行政处罚 对 像十月份的上海的监管 处罚了几万 有的有 不仅有处罚 它有个记录 它有的可能还记录到信用档案里面 第二我们看到司法的 司法的有判刑的 有十年的 还有一个就 发了几百万块钱的 所以说呢 这个力度不能说不大 对代购有没有影响 就也就是说 这些都发出一个声音 电商法出台了 实施了 大家要遵守法律法规 就要依法经营 也是一个合理合法的去消费 从这几个方面来规则 这里是广州立湾区的一间大型商场 记者看到 年轻的父母可以实地看到 自己在网上海淘道的纸尿裤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货品的质量 像这样的跨境电商 在很多城市日渐兴起 和传统的人肉代购相比 跨境电商更为规范 从采购 仓储 物流等环节 全部在海关 检验检疫部门的监管之下 这里是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这里推出线上下单 现场提货的这种跨境商品 零售新模式 看着食物 买的也更放心一些吧 因为网上有时候 要看评论好不好 对吧 是不是正请 在这里好像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随着跨境电商模式 日渐被消费者认可 数据显示 从2010到2016年期间 交易规模来看 跨境电商保持33.19%的复合增速 预计到2020年 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仍将保持15.68%的复合增速 高于传统进出口贸易 3.12%的复合增速 而随着跨境物流 支付等环节问题的进一步突破 和跨境电商企业 盈利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行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 那么随着正规军的强势崛起 海外购物将发生哪些变化呢 当然这两年黄建 其实好的政策也是在不断加码 一方面我们在加成盐管 另一方面我们也开通了很多渠道 你觉得这对于我们政策层面 你觉得反映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我觉得非常欣慰的是 过去的一年 我们开放的大门是越来越大 比如说我们进口博览会 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就大量国外优质的商品 好的商品 我们是欢迎他们 举双手欢迎他们进来的 那事实上如果两边的商品 能够质量一样 两边的商品同样琳琅满目 我觉得这本身恐怕 谁会舍尽求远 到海外去代购呢 所以在产品的质量上 在开放的大门上 在关税的逐步降低上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做更多的工作 这次在美国期间 其实也做了一些调研 因为我手机里头有三个代购 一个是日本的代购 有一个欧洲的代购 这次去美国 又认识一个美国的代购 他们三个人发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在比较 有的时候是同样的货品 我会发现 他们之间的价差其实并不大 美国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到 亚马逊的日本分站上去订货 然后直接发到美国来 这本身就是一个市场 就是一个大的流通体系 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我们怎么样 让中国的商品价格逐步降下来 让消费者能够感受到 我跟欧洲买那件衣服 买那件商品 跟我在国内差不多 那我就不会舍尽求远 对 从今年1月1号以后 我们的跨境电商 进口的这种商品 销售的商品 按照致用进进的监管 而不是按照一种经营的方法 跨境电商里面 很多的优惠政策 第一 在限定清单内的限额内 免关税 消费税和增值税 在法律规定的优惠百百分之七十 这就是一个很利好的 然后又扩大了这种商品的目 所以说跨境电商 就能够从一方面 解决刚刚王老师讲的 美国的商品和中国商品价格 这种可能区别能够缩小 这就是我们鼓励跨境电商 对我们的这种经济消费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呢 这个跨境电商里面 要是双注册 还有一个标识标注问题 我在中国注册了一个 在国外的经营 你如果摘那块也有 你要在双注册 你不能说这有一方面 这就是可以追溯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通过跨境电商销售的商品 必须要有我们中文的标识标注 要标识 老百姓通过这个 来跟我们在国内买的差不多 这也就是所谓体现说 线上线下有平整对待 我在超市里买到美国货 它都有中文标识 老百姓能看得懂 那我通过跨境电商 那你这那边也要得有一个 也要看得懂 所以说呢 这块如果能够铺开 能够落实好 既要给他们很多的优惠 缩小这种差价 就是这价差 另一方面呢 有严格的一种规范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坚定的 总是也讲了 只能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开放 那肯定就像我们的价差 我们的税收 我们的各方面都会做相应的调整 所以代购 就像王老师讲的 原来是要倒 过去原来是现在倒下 它也是我们市场经济发展 阶段性产物 这两天 大家看到国内一个品牌的羽绒服 在网上 在这个朋友圈里很热 搞得很多朋友都想说 要不今天买一件国产试试 咱不用买那个后柜的这个快产的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到海外去买奶粉呢 三菊清安呢 打击了我们的消费信心 怎样是提振我们的信心 就是提高质量 提高我们的品牌 纯信经营 让老百姓一信任我们的国货 然后这样代购就自然少了 那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倒代购 很多人到中国来 要带中国产品 这样我们就是更强大 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 我们的知识产权品牌 我们让全世界人有信心 那种代购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还是要在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中国建造 这总书记在新年核四当中讲的话 在这方面下功夫 事实上海外代购 无论是这个代购人员 巨大的这个赚取 巨大的不公平的利润 还是我们公民个人 比如说我在回国前 我很害怕接到电话 我很害怕朋友打电话 我来朋友打电话 这里ai看 我们学医院中文化 我们学医院中文化 就学会多了 这次他们用到约4个赚取 所以我们试诺 这个人物质量 是而是 不敦感 然后就是 我们一起和产品 一带 我们在一些 我们组合 我们组合